Maharaja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开一个新到货的KS Maharaja 这个也是期待了很久的巴黎的两个设计师 再次联手的一款桌楼 并且我也同时补票了大坝的3D版图 因为它这个出版商是大坝同一家的出版商 所以就顺势也订了很多大坝的东西 例如这边有大坝的两个特殊的副官 这个也是待会去看 然后这个应该也是一些KS送的独有的东西 待会我们也一起看 KS Exclusive Content 那还有一个紫色的大坝的挖掘机那种感觉 这就是这次这个游戏Maharaja 一看就非常的印度 印度题材 基本上这样子里面没有别的东西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开看 盖都没有盖上 所以里面肯定东西很多 所以里面肯定东西很多 好的 拉紧一点点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说明书 那感觉跟之前太基里面那种风格就像 这个是Wolfgang Kramer和那个Kiesling 就是花砖的设计师一起设计的 这边还有一个Thanks to all backers 这应该是所有人的名字 那么我来找到我的名字在哪里 这个密密麻麻 字好小 这些全都是人名 算了找不到 看了很久没有找到 我们继续看吧 这是这几个M板 我们再把刚刚这几个M板的反面看一看 那我来看这个版图 这个版图的背面就很印度 还有个大猩猩 大象 不同的是个神仙的画像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版图是这个样子 还是非常的色彩缤纷 然后这个里面应该是玩家的个人版 有这么几个 感觉都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玩家颜色之分 就这么四块玩家版图 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下面是这些零件 这边有一袋黑黑的 像是那个 之前好像看它有这个转盘 这应该是转盘上面 可以拿来固定的那个东西 然后这边有 这边好像就没有东西了 然后这边有看是塑料 还是塑纸的这个材料 是塑料 不是塑纸 四个玩家颜色的标记 除了这个四个颜色玩家标记 还有这个大象 然后有这个绿色 紫红 黄 还有蓝 然后每个颜色都有这种小房 好像除了小房 又没有别的东西了 就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来看它 这个标记 大大的这种标记物 也是这种塑料材质 跟那个帕米尔和平那种还是不太一样 帕米尔和平那种手感比较好一点 这就单纯的塑料 然后剩下这四个颜色都有 有一点点不一样 形状跟样式都不太一样 那我们就全部打开看看吧 然后这样的话 这个盒子里面倒是全部看完了 按照惯例 这下面是没有东西的 打开看看 黄色的 每一个的样式还是都不太一样 这么四个放一块 大家来看对比 是不大一样的 好的 我们来看这些M板 它这个是跟这个时钟一样 会有两个指针 这个指针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 直接往上怼就好 好 那么这样就拼完了 就这么一个像小时钟一样的 那个转盘 我这两个指针 就这样子 它并没有说怎么收纳 那我们又要自己来尝试一下了吧 看看它KS送的这些独有的东西 都在这个里面 我们给它摁出来吧 这应该是reward character thewide 好 那么它现在送的thewide 我们也就全部都摁出来了 那既然如此 我们就把它跟 这些本来的也摁到一起去吧 这边应该是一些钱币 还是一如既往 我们应该是没有加钱买什么金属币啊 或者什么的 因为我们有筹码嘛 但是不管怎么样 出于尊重 还把这个线摁出来 摁板的质量就还行吧 看这边其实还是有一些粘连 但是它还好没有伤到本身的这个摁件 它有一些特殊这种标记 这样的话它们的摁板我们就摁完了 包括它这个KS带的摁板 那么我们来收纳看看吧 基本上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剩下的话就是每个玩家一个颜色 可以拿这个袋子收起来 当然了你要不想分的话 也可以像它原本的这样整袋一起 好 那我们来把它给摁上 就要维度多了在这个 到时候分成两袋 然后就这边这边这边插一插 然后就可以所谓的完美收纳了 三楼强行收纳完毕 非常的紧凑 好 那我们看看它随着一起来的这么 两个副关 就是之前大坝的副关 跟这个大坝副关一起来的呢 还有这么八个紫色的挖掘机 是它们的能力 以及3D大坝版图 拉远 试试看 它这个好像是 这个东西能够磁铁磁一起 变成两个这种比较厚的这个版图 这么给接起来 但是因为它比较厚 所以我估计要分开 下面跟下面的先扣上 上面跟上面的再扣上 然后用这个磁铁磁在一起 好 这个样子 然后再就是山顶嘛 山顶的朋友 应该是这样 就给它磁上 好 这样扣上 然后就看到这个有个非常厚的三层的版图 然后再把这个两层的版图给它这么抵上 反正就是这个白色泡沫 然后下面的这个就是在有个磁铁给它磁上 好 最后底下就是单独的磁上就完了 那么这样 3D的大坝版图就磁装完毕 那么这样的话 这次这个马哈拉扎的开箱 以及大坝配件的开箱就到此结束了 这个马哈拉扎我们要是玩了的话 也会第一时间在他们去聊 我们咋下里面见 拜拜